中国有句俗语 玉不浊不成气 说的正是玉料雕刻成玉器的过程 玉石的质地非常坚硬 一块普通玉的硬度 大约在模式6到7度 比普通钢铁还要硬 金属切割根本留不下任何硬度 现代雕刻玉使用的工具 都是用钻石粉制成的 再通过高频率的转速 来完成玉器的雕刻 但是在古代没有电动工具 古人是如何把玉石切割开的呢 又是如何雕刻成精美的玉器的呢 在故宫博物馆里 我们发现了一幅古代制玉的工艺图 图中玉工通过两人配合 用钢丝像拉锯一样切割玉器 可是玉的坚硬程度不是金属无法切割的吗 古人这样能将玉石切断吗 答案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茶壶里 玉工在制玉之前要研磨出解玉砂 这是一种从江河的泥砂中通过除导和过滤筛选出来的石鹰砂和金刚砂 解玉砂和水放置在茶壶中 滴在钢丝上增加锋利度才能达到切割玉器的目的 不过这样的切割方式非常的慢 据说一天也拉不了一寸的口子 后来为了使加工的玉器更为精致 中国人又发明了水凳 这是一种通过脚灯的方式 靠麻绳旋转木轴 再利用锋利的金属配合解玉砂 完成制玉工艺 古人雕磨一件玉器 少则几年 多的甚至需要几代人的船接才能完成 与其说古人是在磨玉 倒不如说是在磨性子 耐得住寂寞 才能雕磨出好玉